沒錯各位 就誠如標題所說 我們的最敬愛的夥伴 乃滋 算畢業嗎 算畢業嗎 可是我自己覺得乃滋 在我心中不算一種畢業 他算是一種 為了自己人稱其他目標前進去做其他事情 沒有沒有 不是啊不是不是 對我來說不是 對我來說畢業就是 我從高中畢業了 我再也不會回來這裡 我也不會來這裡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現在算反校 什麼你居然不會回自己的母校 你好無情 我有欸我有回去 對嘛所以是畢業吧 就像乃滋今天離開了 我這邊永遠都還是歡迎他 可以再回來做任何事 他在一起 我是吧 他有什麼人生意的話 你們當然一定問他 我這邊只想透過鏡頭去講 平常你可能沒有這個內心 會可以去說真正的心理話 你有可能會錯過這個時間 你就覺得 我們那麼熟了 什麼東西都沒講 今天呢我就要透過我的這個職業 我的這個身分 來把自己對於乃滋這幾年 對我的幫助 好好地透過這個影片 好好地告訴大家 他這種頻道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重要重要的角色 我永遠會開著 阿靖頻道的 一個身分放在這裡 他就是一個 無法磨滅的東西 但是其實他在進入我頻道的時候 算是最不好的時候 料理自己弄不弄不好啊 如果事情都處理不好 然後流量還很差 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好 那時候我也很開心 我跟工作室的人有一個深聊的部分 他就希望我的頻道可以做到一點轉變化 那我也就很不好意思的問胡適說 可不可以把乃滋在平時的時候借給我 做這件事情 乃滋你跟我談說 我覺得你的優點就是你需要有一個人跟你互丟球 互接球 我比較厲害的樣子在於 林昌反應跟別人上的互動 所以當乃滋決定可以一起加入的時候 我是很開心 加入的時候呢 我們也一起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從小不是衣服才是出戰 那怎麼就可以吧 我都好像可以 然後開篇的時候突然就說 沒有在機咖 不宜在平時 他會永遠在阿進的頻道 會永遠都是我的夥伴 我們拿海賊王來舉例 今天威威公主 因為他是公主 他不能跟我們一起去航海 但他還是我們海賊強的一份子 就算乃滋出去賣屁股了 他都還會是 阿進頻道的一份子 嚇壞了 哇 原來我要去阿拉巴斯特賣屁股 你為什麼發現了嗎 有空 你還是永遠都可以回來 跟我們打屁聊天 在我心中就是 老哥 為了這件事情呢 我特別準備了一個東西 特幣嗎 我其實想了很久 但是我最近真的有點結局 我把很多錢都投在我的 我媽媽榨子上 我選了我們兩個都很喜歡的一個IP 我選了一個 在我心中你就是那個地位 跟我那種感覺的 啥鬼 我買了一隻卡卡西 我以為我不想買 臭夾豬 哈哈哈哈 所以我選了一個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喜歡的角色 對你或對我 你都是這個角色的感覺 就是 你比我厲害的攝影 你有比我好的一些腳踏的想法 所以我決定把 卡卡西送給我的 真的假的 BRO 所以這個是代表入魔就對了 對 因為你也喜歡GK 你也喜歡很多模型 那 這個東西你就可以放在你的被子 或是以後 繼續做你的 Q&A文打 那個在爪 沒錯 我們都在這裡 Q&A文打 那是一個無限輪迴的頻道 你知道嗎 我講 抓完之後 大家想上電視就靠那個頻道 有空如果你能幫我 再來幫我拍攝 可以啦 大西話 這還是 打來我 再來會不會啊 一樣的 非常感謝你 老哥 不會啊 我發現其實 扣掉呂雲去當兵 我在這裡 所以 我比他還好久 那這支影片呢 還是想要告訴大家 天下沒有不善的宴席 並不是代表說 我們有人離開就是我們不合 或是我們怎麼樣 錯我們不合 你們不合 你就不會接著才過 拍這支片了 無所不用急急說 我沒空了 你就沒有 對我來說就是 都是去束縛別人的選擇 去尊重別人 並不是離開就是一種接觸 換你了老哥 換你了 換你了老哥 我了嗎 忽然被Cue上來 有點 錯熟不起來 你是不是發現我其實準備得很走倒 你為什麼準備得那麼多 你不是跟我說 今天我們就是 前單拍下 祝福奶子畢業 哇塞 你還在準備個禮物 這樣不是顯得我很那個 我也自己去拿個禮物 總之就是 各位應該都知道 我們的影片就是 非常多的雜物要處理 然後各種材料 不知道去哪裡弄的東西 以前 我自己一個人弄的時候 都是我這樣到處去找 但是現在呢 欸 又有奶子 所以他真的是幫我 省掉了非常多的麻煩 就是有一些 我自己也不知道去哪裡找的材料 我就跟奶子幫我找起來 然後他就幫我辨出來 那個時候聽到 他說要離職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也是 覺得蠻可惜的 但是後來跟他聊了一下 他就覺得說 他自己還是有一些想做的事情 這個我說 怪怪的 我真的要幫你自己說 就是到底為什麼 你會想要從我們那裡 原本那時候 胡子在剛跟我聊的時候 他有聊到說 我就是 那我讓奶子一個人站著 我覺得很尷尬 所以我去拿了一個椅子 我們那時候在聊 因為那時候 李玉剛走一陣子 胡子又跟我提到說 還是之後 要在兼做其他概念的東西的時候 我有跟他提到說 就是其實我跟他拍片這麼 就是有時候我會去學他的一些 SOP的東西 不要之後 還是會被他的觀念影響到 就是像他講的 如果你現在還有機會去看 更多事情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要趁下來去看 結果就是因為 看他影片看久了 然後你跟他更久了 而盧木蘭也會覺得說 那我現在 好像也是一個時機點 然後他也是一個要轉變的時機點 那不如他要轉換的過程 那我也去做一個轉換 順勢的就 提了這個概念出來 簡單來說 有點像是你頻道的時候 大膽無畏勇敢去做 所以竟然是我親手把你送走 但是我覺得 自己身上是一個 好的影響吧 所以當時候 雖然覺得很可惜啦 但是 他都這麼說了 我怎麼能 能說不呢 年輕人 就叫我追夢 好不好 趁你現在還有機會 盡量的去 開闊你的視野吧 多走多動 我覺得你那個 零訂閱會打 很天才 跟Youtube沒有人做過這種事 而且你現在只要 查任何人的QA問打 都會被我暫居說的半面 大家的QA全部都被我影響掉 整個邏輯了 大家都出不來了 最後呢 我必須要矯情的 來一下 不免俗的 老哥們 老哥們 謝謝 最後你還有什麼想跟我們 前面的觀眾說的 我們就做個結尾吧 阿靖的料理 有時候邏輯會怪怪的 你們要體諒他一下 因為他其實是很想 把那個東西實踐出來 只是他自己當主持人的時候 他會當集 我沒有多那個人會發 所以往後呢 我頻道還是會找一個人去 當作一個輔助的動作 因為我很容易當機 我製作我的缺點 就跟胡子很容易刺螺絲是一樣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缺點 只是你要找什麼人來補這個缺點而已 好啦 那我們祝福那一隻 洪神換你 洪神換你 洪神換你又走 洪神換你又走 好 那就是這樣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最後還是有些話 沒有當面說出來 謝謝你一起參與的134部影片 沒有你跟工作室的夥伴 我想我可能沒有辦法走到這裡吧 我們一起在人生這 偉大又狗屎的航道 繼續前進吧 我們大企劃見 謝謝看到影片最後的你們 那我這邊有一個消息 想要告訴大家 我現在呢 人在草物廣場 就是那個綠園道旁邊的一個廣場 為什麼會在這裡呢 嘿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 沒錯 我們即將要在這裡 開全新的 歐媽媽二店 有認真看到最後的朋友們 才可以看到這個第一手的 好消息 那這邊完工時間大概會在第五月 大家要隨時關注我的IG 或是歐媽媽的IG或是Facebook 好啦 那各位親美再見